台南慈濟高中有149位同學 利用暑假期間回到了花蓮 近似金社 體驗一下金社樸實的生活 也追尋慈濟的根源 聽著金社法師分享 認識近似金社的一草一木 台南慈濟高中149位學生 回到新年的故鄉花蓮 進行一趟尋根之旅 我們希望孩子在新年上 能夠更沉穩 然後我們在他入學兩年之後 在要即將上三年級的時候 讓孩子更穩定下來 那可以更深入去了解 慈濟的這一份精神在哪裡 藉由參訪看見金社簡樸的生活 也了解慈濟一路走來的 閉路藍旅 客情客減的態度 也成為孩子們的生活教育 跟著善然的腳步 我想要實踐他的精神 就是善然跟我們說的 學中做做中學嘛對不對 就是要實踐這樣子才是真的有做到 而不是聽聽就好 這一次的尋根 孩子們也到慈濟大學 和慈濟技術學院 除了更加了解慈濟之業的人文精神 也留下難忘的回憶 讓他們的暑假更具意義 帶來新聞花蓮綜合報導